奥迪A8 移电启动的安装 这边的线 到这个插头的 插这个主机 这个主插头 这个总线插头 到这个这边的 这个绿色插头是插主机的 这个别搞错了 这个是它回避器的 回避器是双边焊 关锁 最外面这一组是关锁 中间这一对是开锁 是蓝色 绿色是尾箱 红黑 看好了之后 把这个板子控制好 把这块调试好 开锁 关锁 开锁 关锁 多正常 这调试OK的 开锁 关锁 都正常的情况下 一个这个插头对插 一个原车的点火插头对插 两个插头 把游戏看好 反映天线在这里横贴一个 那边横贴一个 把这功能全部试好了之后 功能试好了之后 能启动 能熄火 开锁 关锁 都正常的情况下 再去抓那个回避器盒子 这个车子的功能正常 不会增加什么故障嘛 这个故障网是原来的 烧车开关锁 也正常 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就把它装上去